欢迎大家来到天天成长的频道 跟Artem一起轻松成长 当我们谈到退休时 多数人都梦想着 过上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 这是理所当然的 退休是我们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它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可以让我们去实现 之前未能实现的梦想 这就像在生活的大舞台上 每个人都有机会重新编排自己的节拍 创造出全新的旋律 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 退休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 虽然金钱是必要条件之一 金钱为我们提供了退休生活的基础 就像一栋房子需要坚实的地基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务支持 那么实现梦想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在制定退休梦想清单时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管理和增加我们的财务资源 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我们的梦想 然而金钱只是一部分 而制定有意义的生活计划同样重要 许多退休人士 由于没有生活计划陷入了抑郁 退休后 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有大量的空闲时间 而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活动 这就像一辆没有目的地驶向远方的汽车 最终会迷失在道路上 所以如何过退休生活非常重要 退休后的梦想清单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 就像一张地图指引我们前进 这个清单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梦想和目标 从旅行到学习新技能 再到参与社区活动 这就像一本冒险小说 每一页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像周星驰说的 有了梦想 才不会像一条咸鱼 无论你想不想退休 那一天一定会来到 只是迟或早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30岁就退休的博客达人 Peter Editney的实力 彼得阿德尔森的网名是 Mr. Amani Manstache 他是一位软件工程师 他在30多岁的时候 意识到了人生中更重要的东西 他和妻子共同制定了一份精打细算的财务计划 包括削减开支、储蓄和投资 通过坚持自己的理财原则 他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成功实现了提早退休的梦想 他们怎样实现第二人生 而不是做工做到死呢 他们采用了节制的生活方式 避免了不必要的开支 有购物、汽车、豪华消费和大额债务 通过聪明的投资和财务策略 他们成功积累了足够的财富 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实现提前退休的目标 听到这里 你一定很想知道 Peter Adenay成功退休的要求 现在请帮忙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跟着我天天成长一点点 你的点赞和分享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谢谢 好了 我继续跟大家分享 Peter Adenay的成功 主要建立在以下两个关键要求上 第一是 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 Peter Adenay强调了生活中的节制和精打细算 他认为人们通常会浪费大量的金钱 在不必要的开支上 有奢侈品、高额债务和过度消费 他的第一个成功要决 是要认真、审视自己的开支 并学减不必要的支出 通过控制日常开支 他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储蓄和投资 这是实现提前退休目标的关键 第二是 储蓄和投资将储蓄投资于明智的资产 以实现财务增长 他强调了股票、债券、房地产等长期投资的重要性 通过建立有效的投资组合 并始终坚守投资策略 他能够实现稳定的资本增值 这种储蓄和投资策略帮助他实现了财务自由 从而能够提前退休 这两个成功要决 强调了节制和明智的财务决策 以确保个人能够累积财富 并最终实现提前退休的梦想 通过控制开支、高储蓄率和明智的投资 皮特·埃德尼成功地改变了他的生活 鼓励了其他人也走上了类似的财务自由之路 在制定梦想清单时 不要害怕大胆设想 退休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就像一本白纸等待你来书写新的故事 你可以考虑旅行到遥远的地方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或者尝试一项你从未尝试过的运动 这就像一个装满了各种颜色的调色板 让你自由发挥创意 绘制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画作 总之 退休不等于躺平 而是第二人生 去学学先技能吧 因为这时候 你不需要为了金钱 而埋没了你的兴趣 当你开始实现梦想时 不要忘记参与志愿服务 参与志愿服务 可以让你感到满足和有价值 就像一种美味的佳肴 充实你的心灵 你可以在社区中发挥作用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建立更深的人际关系 最重要的是 退休后的梦想清单 是你自己的反映了你的独特品味和渴望 不要受到他人的期望或社会的压力影响 因为这是你的生活 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精心准备和享受 就像一道美食需要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制作一样 你的退休生活应该符合你的兴趣和激情 所以不管你的梦想清单上有什么项目 都记住它们是你退休生活中的美味佳肴 像一位大厨一样 精心准备并享受每一道菜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就像一顿满足的盛宴一样 在退休后的生活中 追求梦想就像烹饪一顿美味的大餐 是一种充满乐趣和满足的经历 愿你的梦想清单成为一道美味的饗宴 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为退休而努力 加油 希望这部短片能够帮到你 同时也请你把这部短片 分享给你身边所爱的人 再会后会有期